亚太地区近日可说是冰火两重天 狂风暴雨袭击日本和台湾的当儿 毗邻的韩国却遭遇了极端高温炙烤 正在首尔举行的世界同军大露营 已经有数百人重数倒下 陆续有国家今天宣布撤离营地 当中就包括英国 美国和新加坡的代表团 开开心心去露营 在大太阳和高温天气的摧残下 将近四万名同子军却活生生地体验了一把人肉烧烤 韩国首尔当前气温突破摄氏34度 即便政府紧急宣布补救措施 包括提供冷气场所 医疗人员和水库 但是英国 美国和新加坡的同军协会决定不软了 为了保护同子军的安全 宣布提早离开营地 除了极端高温的原因 同军家属也不满营地 准备不善 花费了一大笔钱 实现孩子参加露营的梦想 如今却演变成一场噩梦 I like I want to hop on a plane and go get him and bring him home I this isn't what we signed up for this isn't what we're expecting and I know mother nature's unpredictable and we can't do anything about the heat but it sounds like the problems with this go way beyond the heat there's not enough food there's not enough water a 100% nightmare 我认为他做得最好的 他对他接触到人们 但生活的状况和团队 已经崩溃了他 夜连12天的第23届世界同军大露营 这个月1号在全罗北道新万金海岸登场 吸引了来自150多个国家 39,000名同子军参加 当中大部分是14到18岁的同子军 只是这项活动出师不利 开营第一天就有百多人中暑 至今有高达600多人接受治疗 尽管陆世有国家代表宣布撤营 但是韩国总理韩德珠今天表示 在和参与大露营的各国代表团开会讨论后 决定让活动照跑不停 明天剑戴尔有呆 辈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